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自忙乱 互相牵挂 有一种朋友不在生活圈 却在生命里 有一种陪伴不在身边 却在心间 有一种情不必朝暮相见 只想在灵魂深处相畏 能多久就多久 相识无言 找一个能够随时随地和你聊天的人真的特别难 当你某一刻想倾诉时 翻遍所有的通讯录 也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一个聊得来的那个人 或者说你人缘不错 与你认识的人很多 和你关系不错的人也很多 但即使是你朝夕相处的家人 甚或是亲密无间的爱人 你也未必见得想什么时候说就能和他说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什么时候都不必担心失礼 不必自责 不必畏惧被冷淡和被斥责 电视剧《康熙王朝》里 康熙拥有后宫粉袋三千 她最爱的人是荣飞 她到荣飞那里 最爱说的话就是 正想和你说说话 然后把一些国事 家事倾诉一番 你干的事情再伟大 再轰轰烈烈 你也是一个人呢 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平凡人 也希望有一个贴心贴肺 追冷知热 能够深刻理解你的思想与情感的人 在身边跟你交流 沟通 能够说说话而已 细细想来也就如此 我们已经越来越不会真实 越来越找不到真实 越来越不敢表达真实 有些时候 我们宁可在心里 一千遍一万遍地对自己诉说 也不愿意跟身边的人透露一丝半语 一些苦恼和烦闷 一些心情和境遇 别人不曾身临其境 虽然不能感同身受 我们就像那一群浑身长满了刺的豪猪 为了遇寒 挤在一起 为了自保 维持距离 鲁迅在碰到瞿秋白的时候也感慨 人生得以知己足以 姿势当以同怀是之 想找个什么时候都可以说话的人 是难的 想找个什么时候都说真话的人 更难 走过流年的山高水长 总有一处风景 会因为我们而美丽 总有一个笑脸 是为我们而赏讽 总有一份遇见 唯美了整个曾经 总会有一个人 知你冷暖 懂你悲欢 传说 薄牙是一位善于演奏 古琴的人 但已知找不到知己 能够体会情音的美妙 直到遇见钟子柒 她是一个戴斗笠 皮缩衣 背扁担 拿板斧的侨夫 但她却能听出 薄牙乐曲中的意境和故事 薄牙谈高山流水时 心中想到高山 钟子柒便陶醉在其中 赞叹道 听得此曲 犹如巍峨挺拔的高山 屹立在我的面前呢 薄牙心中想到流水 子柒听后 便高兴地说道 真是妙极了 这情生宛如奔腾不息的江河 从我的面前流过啊 钟子柒死后 薄牙痛失之音 奏完一曲高山流水 衰情绝弦 终身不再弹奏乐曲 因为世上再无 心灵默契之人 我们来到世上 所有的相遇 都是千回百转 幸运的是 遇到那个懂你的人 所有的过往 都值得我们珍惜 所有的经历 都是一种懂得 懂得是生命中 最美的缘 陈佩斯和朱石茂 是几十年的好友 他们数次登上春晚的舞台 表演的 吃面条 羊肉串 等等的节目 深受观众喜爱 后来啊 陈佩斯主要活跃在 话剧舞台 而朱石茂 则下海心声 两个人没有见面的机会 相识多年 相聚的机会 越来越少 但是有关当年一起奋斗 共同成就的岁月 是刻在记忆里的 无法抹去 就像陈佩斯 曾形容 和朱石茂现在的关系 从来不会想起 但永远 不会忘记 谁光仍然 你我 天各一方 为了梦想 各自为战 为了生活 各自忙乱 未依旧记挂着 你的现状 随时 虚伪以待 你的倾诉 与分享 即便 每天在朋友圈 看到你的行踪 偶尔回复一下 也会感觉 彼此就在面前 全心一笑 如 暖阳照身 施加牟尼说过 无论你遇见谁 他都是你生命中 该出现的人 除非偶然 他一定会 教会你一些什么 朋友相遇 没有早晚 有心同 有余暖 有美好 是心灵相伴 是自己的瘾 是开心时的果 是脆弱时的煎 各自忙乱 却互相牵挂 这 就是最好的友情 确实啊 最好的友情呢 并不是说 要天天见面 喝酒 这个吹牛 才是最好的朋友 而是那些 我们经常 不会见面的 但是呢 一通电话 一个信息 就会突然想起 曾经那 一段又一段的故事 会从心里 生出一种感觉 他好像 离开蛮久了 但是 却又好像 从来没有离开过 如果有一天 久别重逢 一定会感觉 他 还是 当年的那个他 每晚 闪妮都会给你讲一个 温暖的故事 好了 各位小耳朵们 今天的文章 分享到这里 我们 下期节目再见 晚安 好梦 在日出之前 能不能再开一眼 你的脸 在离开以前 能不能再说一些 真心的诺言 能不能给我 更多的时间 就躺在你的身边 把这画面 你静静的脸 温柔的肩 记在心里面 记在心里面 会太寂寞 在日出之前 能不能再开一眼 你的脸 你的脸 在离开以前 能不能再说一些 真心的诺言 能不能给我 更多的时间 就躺在你的身边 把这画面 你静静的脸 温柔的肩 记在心里面 还是会 害怕 醒来不在你身边 的时候 害怕 从此不在你左右 或许我 还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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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所措 从今以后 没有我 你会不会 太寂寞 太寂寞 还是会 还是会 害怕 醒来不在你身边 那时候 害怕 从此不在你左右 或许我 还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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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所措 从今以后 没有我 你会不会 太寂寞 太寂寞 我 我 我 你会不会 是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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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